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台空军一架F-51战机 日前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坠海 飞行员不至身亡 有利用人士认为 这次事故的根本原因 在于马英九执政八年期间 台军战机出现的老旧化现象 对此 马英九表示 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就要他负责 这样的言论不合逻辑 台媒报道称 此次实施的台空军F-51E型战机 为1962年与美国签订合约合作生产 1963年首架机在台湾装备完毕 并出厂交付台空军 目前仍担任台湾空军部队的训练任务 堪称是台空军装备中的古董货 而此次事故是台军近五年来 第五起坠机事件 事故发生后 有民进党籍人士表示 因为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 任上的时候 没有积极研发新战机 导致早该退役的F-5战机 仍在继续飞 最终导致了飞行员之死 对此马英九表示 调查报告还没有出炉 却要他负责 这不合逻辑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我们出现了五次的军方发生的灾变 已经死伤了15位将士 这个才要真的检讨 对此有台湾媒体报道指出 依马英九时期的采购计划 F-5E战机早该于去年解除现役 到了民进党上台 台空军被迫改口称 F-5E有延寿计划 可以飞到2028年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表示 民进党当局上任后 推动所谓基建自造 变更空军援规划做法 这是不争的事实 蔡英文应该给民众和台军 一个明确的说明 有评论称 蔡英文上台已经有四年多了 出了事还在怪马英九在任时 没能做好什么 那过去的四年 蔡英文当局又做了些什么呢 是事实改善两岸关系 使得台军所面对的压力 有所减小了 还是做了些别的什么 有利于台湾地区人民福祉之事呢 此次战机失事的原因 还有待调查 但居然有人如此快的速度 将锅甩给了马英九 可见绿营的做法 已经将党争凌驾于事实之上了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 台湾进口美国猪牛肉 争议的相关新闻 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爆料称 明年元旦开始 民进党当局 不只是从美国进口 还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而是从全世界进口 他呼吁蔡英文对此事 一定要讲清楚 说明白 不要再欺骗台湾老百姓 柯文哲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 台湾民众无法清楚分辨 究竟从哪里进口猪肉 才含有争议添加剂 莱克多巴胺 台当局应在产品上标示成分 让民众清楚地做选择 而非简单表示产意 民进党当局迟迟说不清楚状况 把民众当冤大头 到底是坏还是笨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对此仅回应称 听不懂柯文哲在说什么 这也引发了柯文哲的痛皮 我说你装傻你就不要扯动扯戏 2014我们都一起打过选战 你们的宣传说我非常熟悉 所以请面对问题把问题解决掉 而由民进党籍市长郑文灿执政的 桃源市日前通过 食安自治条例修正案 规定当地的猪肉需要 莱克多巴胺领检出 柯文哲也借此炮轰民进党 自己内部都搞不定 就不要期待别人能听他的 大源市政府不是民进党的吗 不是民进党在当市长的吗 你们要不要民进党党内 自己先去沟通一下 苏贞昌跟郑文灿先去沟通一下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组 两岸交流的新闻 日前以情深四海 意中如山为主题的 第九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 在浙江泰州举行 两百余位两岸婚姻当事人 服务机构代表专家学者 受邀参会 台上一对对两岸夫妻 分享着温馨感人的故事 台下来宾们为这一份份 迁徙两岸的情谊热烈鼓掌 康复后捐献血浆 为支持抗疫紧急搭建 口罩生产线 组织防疫物资捐赠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两岸婚姻当事人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两岸的患难与共之意 民政部副部长高小斌 在开幕式上致辞说 在今年同新冠肺炎疫情的较量中 我们感受到了心灵气和 感受到了相向而行 未来将不断创新交流活动的 内容与形式 拓展广度与深度 做好两岸婚姻家庭的娘家人 据介绍 自1987年两岸恢复民间交往以来 也有超39万对两岸配偶 细节良缘 由在厦门和台中两地 共500位舞者组成的30支队伍 日前在两岸携手舞动台中 2020海峡两岸原创 广场舞展演活动中交流舞剂 本次展演分别在厦门和台中同时举行 将两岸的舞蹈艺术和文化精髓相结合 以相聚云端牵手共舞的新模式 两岸舞者通过云端相见 再现起舞 在欢歌笑语中 拉近两岸同胞的情感交流和文化认同 两岸同胞大家熟悉的旋律 熟悉的舞蹈 然后大家增进情感交流 然后融合在一起 然后对我们的整个的文化的认知 都有了一种归属感 我觉得这是最为重要的 当然心是连在一起的 对 只是在不同的两个地方而已 那透过这样子两岸牵手的方式 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台青 就是可以来这里感受 这边的一个快乐跟温暖 日前2020海峡两岸婆媳文化节开幕式 即加风加训家教主题论坛 在宁波凤华举行 海峡两岸婆媳代表相聚玉堂 共化幸福家庭文明加风 受疫情影响 高雄妇女会和南投妇女会未能亲临活动现场 在视频连线中 对本次活动的举办表达了祝福之情 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接牌 即研究实践所开班活动 近期在广东湛江举行 本次活动以两岸融合探新路 落实落细在乡村为主题 邀请到120余名两岸嘉宾代表汇聚一堂 接牌仪式上 试验区各相关合作方 共同签订了合作项目 与会嘉宾表示希望通过发展试验区的平台 形成共耕共养 共利共赢的融合体 共同体 日前由南京新北两地共同举办的 2020两岸婚姻周年庆典在南京举行 20对南京和台湾的夫妻 有的刚刚新婚叶儿 有的已为人父母 他们身着华丽的中式礼服 举行包括簪发礼 拜堂礼 婚书礼等在内的传统古典婚礼 重温甜蜜 见证幸福 婚礼仪式还在新北设立了分会场 让新人们接受两岸亲朋好友的祝福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遭国民党党团第五度杯葛 台民间团体发起上街反毒株 预料会吸引不少人参加 台民众利益在政党斗争中 为何能轻易成为牺牲品 为政治盘算罔顾时安 对于绿营执政县市造成压力有多大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美猪议题令民进党很棘手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遭到了国民党党团第五次杯葛 民间团体发起的上街反毒株行动 国民党也加入其中 由于这是莱猪事件之后第一起街头运动 民团结合政党预料会有不少人参加 评论称美猪议题令民进党感到很棘手 那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呢 而台湾民众的利益在政党斗争当中 为何能够轻易地沦为牺牲品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市新大学的尤子祥教授 和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虞强教授 欢迎两位 三辰北京的虞强兄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三辰好 尤子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美猪议题在党内持续发酵 引发了更大的民怨 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近个短片 日前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遭国民党党团第五度杯葛 民间团体发起的上街反毒株 国民党也加入 由于这是莱猪事件发生之后 第一起街头运动 民间团体结合政党 预料应该会吸引不少人参加 评论称美猪议题令民进党很棘手 蔡英文当局邀请经济 卫福 还有教育等部门做报告 那么主要是就两个议题进行的讨论 那么第一部分 就是在岛内已经有多个县市制定出 不得检测出莱克多巴胺的规定 但是对这样的一个规定 我们看到蔡英文当局 似乎表示不太同意 那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呢 尤教授 国民党在中秋节之后 做了一份民意调查 这份民意调查据说发了三万份问卷 算是发得非常多的 然后发现居然回答的民众里 有97%的台湾民众 是反对莱猪进口台湾的 97% 当然国民党做的 大家未必认为真正的答案是97了 不过显然是非常高的数字 台湾民众不接受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然后现在看起来 台湾的行政机构 依附要放水的样子 反正我人多 而且按照台湾的规定 你们继续阻挡吧 在阻挡之后 后面就自动生效了 所以他们根本不怕 就是要放水 这让人很担心 担心怎么办呢 就希望各县市政府 来帮民众把关 行政机构不把关 县市政府来把关 那县市政府呢 有的是本来就有相关规定 因为之前是禁止的 所以它本来就有 有的县市政府就说 我就用现在的规定 处罚就是了 然后有的是本来没有 或是没有写清楚 要罚多少钱 他们就立刻在这段时间 议会或者是行政部门 就提出案子 希望能够把它定得更清楚 莱克多巴胺零检出 而且一旦查出来 要罚款 定的各地都在定 当然民进党的县市 比较尴尬 因为蔡英文这样说 她不敢违反 但有的民进党的县市 像基隆 像台南市 都是本来就有这个规定的 你执不执行呢 他们现在说 哎呀 我还是不执行吧 因为它跟行政机构 要求的是抵触的 所以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 台湾的行政机构 发文到各县市去 说你们要是现在有法律 跟这个抵触 赶快修改 否则跟我抵触就失效 那这些县市说 等一下哦 这个根据台湾的法律 是地方自治的事项 而且本来台湾的法律 就允许某一个地方 定一项规定 是比行政机构定的 要严格一点的 本来就可以的 所以你没有资格说 我不能定 所以现在在吵的话题 就是这个话题 各县市为了帮民众把关 定了自治条例 或用了旧的自治条例 结果台湾的行政机构 要强度关山 除了刚才讨论的这个议题 还有一个就是 观测到这个校园了 因为有民意代表 民进党民意代表 就提案说 是禁止台湾校园膳食 禁用这个含有莱克多巴胺 也就是收入金的猪肉 所以之所以对这两部分 进行如此热烈的讨论 有分析说 这也表示 现在在进口莱猪 这个议题上 民进党当局是承受了 越来越大的压力 是不是这样 现在民进党当局 承受的压力 还只是个开始 以后压力会越来越大 这个话题讲实话 民进党就长一万个嘴 他也讲不清楚 因为他不在理 所以你看 这个蔡英文 苏贞昌遇到这种话题 都往后躲 都把什么陈时中 什么陈吉仲 都把这些人往前推 而且国民党就让蔡英文 到立法机构 去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你看民进党拼命阻了 因为蔡英文不敢去 去了他也讲不清楚 这个事情 其实现在已经到了 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八月底的时候 蔡英文说要进口莱猪的时候 那个时候 台湾就会讨论什么 是说为什么要进 能不能不进 如果不能不进的话 能不能再拖一会 真的要进了 我们能得点啥 然后吃了这个 会有什么问题 这是第一个阶段 现在第二个阶段 是在地域和行业 两个领域开始展开了 在地域的领域上说 说这门被美国人踹开了 这水都流进来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每个县市 自己扎篱笆 保证这水 别流到我们县市了 各个县市场很积极 因为你这篱笆扎得好 你2022年就好选 如果你这篱笆扎得不好 2022年你可能就别选了 所以各个县市 你看也很积极 那这又到各个行业 现在也是 比如说现在这个教育行业 那教育行业说 对呀 一说起说这个水要流进来了 这个莱猪要进来了 那大家第一个想法说 那实在不行 那孩子不能吃 是 孩子不能吃 这个事只要确定下来之后 你想一旦提出这个话题 家长团体 教师团体 肯定支持说 好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给他弄成 完了之后呢 他没完的 再往前推 就是如果孩子不能吃 那养老院能吃吗 老人家的身体也要顾 好 养老院也不能吃 请问那军队能吃吗 军队要打仗 那也不能吃 好 那哪个能吃 好像都不能吃 那就一关一关 一个一个的讨论 明党当局最怕看到这种情况 还有 再往下 这个事情一旦确认 一旦开始讨论之后 你会发现 过去谈到莱猪的话题 农业部门去解释 卫生福利部门去解释 现在呢 因为谈到了教育的话题 所以教育主管部门 得出来解释 将来不断的行业 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部门 从一开始 蔡英文动这个开放美猪 含有瘦肉精的美猪 进口的这样一个动念 其实她个人的想法 就是想借这样的一个议题 去讨好美国 与换取美国 对于她政治上的支持 但是为了自己政党 或者说个人执政的 这样一个私利 而罔顾整个台湾民众的 生命健康食品安全 做出这样的牺牲和代价 您认为值得吗 而且她就算开放了莱猪 满足了个人的这个利益 那么对于那些 绿营执政的现实来说 他们要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呢 对台湾来说 猪肉啊 那种一块的猪肉 是一种吃法 猪肉还会化整为零 进入各种台湾的 特殊美食里面 我们最常听到的 猪肉饭啦 这个贡丸啦 香肠啦 台湾满街都是 然后你怎么 如果你的标示没有做清楚 那你最后 你怎么防范化整为零 进入民众的饮食里面去呢 而且如果你告诉民众 这个好安全 就算进入你的饮食 没问题 我们台湾的这个 卫福部门的主管 陈时中不是说吗 吃几辈子都没事 如果吃几辈子都没事 那为什么学生不要给吃呢 为什么军人不吃呢 那为什么台湾猪不就用了呢 你台湾猪不能用 那表示有问题嘛 你学生不吃 军人不吃 表示有问题嘛 你是当民众脑袋没智商 随你骗吗 他只要听完你讲这个 就知道这个有问题 否则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的限制 那既然有问题 为什么这样放水 这样开放呢 是因为美国要我们开放 那美国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吗 那如果是好朋友 他为什么给我们吃这个呢 他们民进党的这执政当局 最不治的一件事 就他还告诉台湾民众说 我告诉你们 安了 没问题了 安心了 现在在美国 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很少的啦 大概只占百分之二十二 他本来讲这句 心里打的算盘是说 我告诉你 来一百个 只有二十二个会友 你放心 但台湾人听到就是 那有七十八是没有的咯 那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二十二 不吃那七十八 你挡住了之后 还有七十八的美猪啊 我们如果你要对美国好的话 我们多买点 那个没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不就成了吗 他为什么不敢讲出 这个真实的现象呢 因为讲出来之后 大家就会问 所以美国对台湾 就是七十八的给别人吃 二十二的给我们吃吗 这叫好朋友吗 所以你买了美国这么多武器 美国跟你这里又好 那里又好 结果叫我们吃这些猪肉吗 所以台湾有些人 还帮台湾的卫福部门取了个名字 说现在不是卫福部门 看起来像卫毒部门了 为什么 因为莱克多巴胺对台湾来说 是禁药 就是毒 那你居然在这个帮民众把关的事情上放水 大家怎么能接受呢 那绿营县市怎么办 绿色执政的县市 大家希望它能把关 可是呢 那绿营县市每个人除了当县市长 他还要扮演小英男孩 什么意思 他要表现出他是挺蔡英文的 所以他们每个人出来说 就说得支支吾吾的 如果蓝英可以强力反莱猪 对2022年县市场选举 是否将发挥效果 分析称 外界包洋葱是揭开问题 极大削弱民众对蔡当局的信任 这又应如何看待 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说到这个莱猪进口 一开始可能很多人认为 就是美国含有瘦肉精的猪肉 但是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不单单是美国 还有世界其他的一些国家 所以难怪柯文哲就质问 这个蔡英文当局说 你究竟是要开放美猪呢 还是要开放全世界 所有含有瘦肉精的猪肉 到台湾来 可以说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 而且刚才前面 尤教授也说了 蔡英文当局现在出来越解释 解释得越多 就会越引发民众的质疑 问题也就会越多 像包洋葱一样 步步地深入 大家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势 是不是也显示出 现在民进党当局 已经越来越失去 台湾民众的信任了 就是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信了 我们说柯文哲 其实还是一个狠角色 一击致命 以前我们在说到 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用的都是美猪 但是现在你用这个话题的时候 你都说到的都是莱猪 为什么从美猪变成莱猪 是因为不光是美国来的猪肉 所以柯文哲准确地抓到了这个点 而且这个问题 实际上把整个讨论 又往前推了一步 这个一旦他推下去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台湾民众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说感情是只要被美国人欺负 就会被很多人欺负 美国人把那个东西塞给我们之后 所有人都要塞给我们 天哪 那你心里面你会怎么感觉 你不是觉得多难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事情一旦是这样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问题是 蔡英文骗台湾人说 说吃了美国的莱猪之后 美国会给台湾有所谓的贸易协定 事实上不可能了 但是蔡英文这样骗 好 但是现在问题是 不光是美国人要把莱猪塞给台湾 还有很多地方都要把莱猪塞给台湾 好 台湾人就要问了 说那美国人你说要给贸易协定 其他地方要给什么 对吧 我们不能让他摆给我们这个东西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会有很强烈的孤独感 就是搞了半天 我们成了一个售气包 所有人把那个不要的莱猪 都塞到我们这来 我们这是个什么地方 人家的命是命 我们这的命不是命吗 为什么他们不吃的莱猪 全部要塞给我 那蔡英文你口口声声说 你要守护台湾 你什么爱台湾 你做给我看呢 所以这个问题接下来会越来越大 台湾的养猪农就会觉得说 那我们来个一世同仁 都可以用莱克多巴胺去养猪 然后把这个肉卖到台湾来 那为什么台湾自己的养猪农 不能用莱克多巴胺呢 那你给我讲讲 这个道理在哪里 所以除了食品安全的问题之外 农民权益的保护的问题 也会越来越高 因为不光是美国卖 都卖 那都卖 为什么就台湾自己的猪农 不能卖 不能用呢 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 所以这件事情 接下来会越来越多 而且我同意郁老师说的 这个话题不会平息的 因为大家每天都吃猪肉 这事到底是谁闹出来的 不就是蔡英文闹出来的 蔡英文结果把门打开 不仅是美国的莱猪进来 结果一堆莱猪都趁机全进来了 那台湾人的命怎么办呢 您觉得这个时候 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党 是不是应该好好地抓住 这样的一个议题 对民进党来进行反击呢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国民党毕竟已经发起了 这个公投榜大选 还有反莱猪 宝石案两项 联署公投 如果在这个议题上 他们能够一直站在 民众的利益上坚持下去 那么到2022年 也就不到两年的时间了 那么在岛内又会进行 县市长的选举 那么到那个时候 这个议题会不会很好地成为 国民党攻击民进党的 一个选项 台湾的选举 本来你选举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应该要选一个好的人 来帮民众服务 但是你会发现 有某些选举 常常政治议题 特别是当政治议题 对某个党有利的时候 好像其他的民生议题 就会被压下去 可是我必须要说 在选县市长的时候 你想用政治议题 压民生议题 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大家在选的 是一个要照顾我们生活的人 那现在吃饭 饮食 猪肉 食品安全 这些都是 我们选出一个县市长 要保护我们的 现在民进党 为什么敢这样推呢 蔡英文 为什么敢先承诺 然后宣布 然后就要硬干 硬过 因为他认为 我宣布之后 立法机构也是我的呀 你能拿我如何呢 所以呢 他现在是这个态度 那你可以现在看到 国民党一次提两个案子 一个是 要求公投 要继续放在选举里面 第二个是 他用公投 让民众表达 我不要美国的莱猪 所以呢 不止美国了 全世界的莱猪 我都不要 反莱猪 跟要公投 国民党现在已经 完成了第一阶段 这两个公投的连数 但如果两个都真的能通过 这中间啊 还得民进党政府 不卡才行 因为这还要经过 选举委员会的审查 民进党会不会公正的审查 让这个案子就如愿 如果成功的被审查通过 他必须在2021年的 8月底投票 那因为他现在已经改掉了 他不能跟选举绑在一起 所以不跟选举在一起 这两个公投能不能过 当然还有变数 但是从国民党的民调看来 现在反莱猪的民意 是非常大的一个声音 如果民进党硬干 我相信是有可能 在明年的8月 激发起一股够大的民怨 然后让这个公投过关的 而且随着这个公投 如果国民党推的又是 把公投重新放回大选 那个连带通过的机会 也就会提高 所以如果民进党继续这样硬干 不在乎民众 对这个食品安全的观感的话 最终在政治上 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按理说老百姓的 这个生命健康啊 食品安全 对于执政者来说 是应该最为看重和关心的 但是呢 现在在岛内的实际情况 却是在残酷黑暗的 政治斗争当中呢 民生议题却往往会沦为 政治利益的牺牲品 但是无论如何 开放莱猪这个议题 对于民进党来讲 很可能会在 2022年岛内的选举当中 成为他们的一大隐忧 因为毕竟站在民众的对立面 是不会有好的下场的 难怪有人说 该议题很有可能会成为 引爆民进党内部的 一颗炸弹 感谢两位的点评与分析 谢谢邮教授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 余教授 谢谢当前 邮教授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也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海峡两岸 再会